今天教各位如何拆解或者是更换D-Force的散热罩 这个导风罩呢,D-Force有两种 左边这个是给PLA用的,右边是ABS用的 差别是在于PLA用的,因为PLA的溶点比较低 所以需要比较强的散热 避免在前一层还没有完全冷却的时候 第二层就硬上去,会造成外观比较难看 ABS本身因为溶点比较高,所以它不需要太长的散热 另外一方面就是因为这个整个环形,如果是用在ABS的话 ABS的温度比较高,因为这个散热罩本身是裂音件 怕它会融化掉,因为这个是用PLA硬的 如果有需要的话,自己可以用ABS硬硬看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是有两个螺丝的 在这两个位置 ABS也是一样,这个螺丝我们没有装上去 那首先呢,我们要记得这两个螺丝的位置 然后我们看上面这边 这个是已经装好的散热罩 所以呢,当我们要拆解的时候呢 一样记得这个螺丝的位置 那我拿的是一个M3A6脚用的这个螺丝起子 所以我们只要把这个螺丝起子呢,把它转松 然后呢,相对的,里面还有一个位置 就是把它转松 然后呢,就可以轻而易举的拿起来了 这个螺丝是不需要完全转下来的,因为也弄不见的 如果真的不见的话,记得螺丝一定要跟原来一样的长度 这是一个M3×8的螺丝 非常重要,不要用太长的 因为你用太长的螺丝 螺丝会上去,会顶到上面其他的零件 会造成其他零件异常 OK,那我们锁回去的时候呢,也是一样 注意,因为锁回去的时候,它有这个 散热罩会动,它有一个角度 所以呢,我们可以低下头去看它这个螺丝的位置 像我现在这个已经锁好了 螺丝起子再伸进来 然后锁第二个 OK,就这么简单